发展宽布英俗加衡 搭造各级市省委 列宁社区极团加衡 特别基板爱家室爱地球 做人减团以及资源回收选择 用资源回收对外收手表 资源产品电动汽车到电视 直接选择方式 邀请民众建立减团 极团没团的观念 各级市传播局邀请大家 享用实际做人减团 无非出息 继续来搭造各级市委 列宁社区 嘉义市副市长林市町 出来的打卡拉车 专董出来的电列 连转到LED灯 设管列宁社区极团加衡的关心 搭造嘉义市 新委列宁社区极团加衡 嘉义市传播局在文化公团 基板爱家室爱地球 做人减团 以及资源回收选择活动 现任期末了很多传播市民 来来参加 这个台出资源回收品 来来参加 极团行为三都地市论关 瓦修柔力发加衡 再到输用卡托车 电动车 输用太阳林 计刑交通钢区 以对着 持续宽布作为 递步建议 列宁社区 极团加衡 因修的加衡 极团技术行业的太阳林 玩具车 借到日头的灵力 走得很快 这件事 极团力灵丸 到处的开始 他马上就能源就够了 可以就启动了 这个事很特别 所以这个将来是应该有前展性 就没有污染的一个电动玩具 所以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小孩子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 另外有很多输用太阳林 清气转换 定清气顶完 用到现实生活应用的电视 然后这个是模仿一个家庭 当白天的时候 家里一个房屋 屋顶 对 这个电动窗 如果下雨的时候 它窗会关起来 然后节能减碳 当然是一个基础要做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爱护地球来富裕 比如说我们多种树 那从学生的品德教育 来着手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了解 它爱护地球的重要 那全体一起来 那整个方向就会开展过来 家里外福时跟无法书表示 辅导他们的送食 集团顶的作为 一直以来都是在做 这年检讨划保抗工作 18号辅助顺境 证明平安 幸福期后对我 将幸福家里吃 鼓励心中 都使用LED6月来记后 记忆大家减值好餐 家里吃环保教 鼓励民众 回收主缓利用 回收 汇气 有害物资 集中处理 鼓励减助使用 可人起库 推动家团 无论文書 推动保障 电动机车顶出示 就是为 減团 家团 无团的官僚 特报来建立 尽力回集共识 以打到家里吃 生意的零三七 家团加航的旗胎 这一新闻 蔡米董 家里吃 蔡宏 优优独播